记者郑宏达台北报道,黄黄雄即将就任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主委,他今天,19日,在研讨会中说,他工作像当兵一样,会把这份职位当成服社会责任义,秉持住转协将为水转的精神,在两年任期内,还给祖先,副职辈应有的真相与公道。 黄黄雄今天出席纪念因海光先生学术基金会与台湾大学举办的何谓加害者,谈转型正义与促转条例的加害责任问题研讨会,在学者们发言后,他也对于学者与谈者的相关疑问及说法进行说明。 黄黄雄说,自他被提名为促转会主委后,就非常广泛地去接触,聆听各种意见,他可以用他参政40年的历程坚定地做保证,在他两年的任内,一定会努力做到以前在转型正义领域中,凸显出尚未被发现的新现象。 黄黄雄解释,具体来说,就是要面对加害者在哪的问题,如今促转会有了机会与公权力面对此问题,会努力,严肃且负责任地针对这个问题提出回应。 黄黄雄以自己撰写的蒋卫水传为例,强调他于威权时代的氛围下研究,维护蒋卫水,为的就是还给蒋卫水历史真相,而228事件,白色恐怖其中的这些人,都是他们的祖先,傅直辈,一样要还给他们应有的真相与公道。 黄黄雄说,专行正义如今经过一个世代的压抑,也经过一个世代的宣泄,到现在这个阶段条件已较成熟,可以针对这悲痛年代中完全不合基本正义程序的事,相对完整地去还原真相与公道。 黄黄雄说,接任促转会主委一直,完全是人生的意外,而他习惯把工作当成像当兵一样,兢兢业业,他承诺, 在两年任期内,会把自职务当成是服社会责任义,会认真还给祖先,复职辈应有的真相与公道。